《徐時論》 Hello 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9月12日下午 歡迎大家收看徐時論 我是老徐 昨天老徐上載了一段時評短片 主要是說川普的選情出現不妙的形勢 但是大家要今天才看到 至於今天錄製這段時評短片 就要明天才看到 至於為什麼會這樣呢? 稍後再慢慢解釋 昨天老徐在預備這個材料的時候 其實預備了很多資料 但是錄製的中途發覺 自己已經說了30分鐘 似乎是太長了 所以唯有sharp cut 今天可以說說另外一半 昨天老徐主要想說的是 Donald Trump根據傳統的民意調查顯示 他跟拜登的支持度又拉開了 到雙位數字 而且Donald Trump在處理經濟能力方面 又開始下滑了 跟拜登不相伯仲 最糟糕的就是說 他的基本盤叫做白人男性低教育的鐵粉圈子當中 他似乎掌控能力都開始下降了 好了 但是這些我們叫做傳統民意調查 但是根據一種叫做社媒大數據 或者叫做social listening or social big data 根據這些民意調查 Donald Trump的形勢又未必如此不利 今天最主要想說這種新型的民意調查 另外也想說說 在四年前 川普怎麼透過社媒大數據 逆轉勝 贏得大選呢? 好了 先講講 為什麼昨天的錄影要今天才看到 今天的錄影明天才看到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昨天一上載了 我還未公開的時候 Youtube就把這段影片掛為黃標 過去老徐一向都是照片 然後上訴 就是希望上訴得值 剩餘的一半看我短片的人 可以有廣告的收益 但是由於這幾個月 老徐已經將我的後期製作 外判了給一家公司 包括剪接 做thumbnail 以及設定合約 他就会收取我的YouTube广告份额的分成 所以我也要尊重他的意见 他们认为应该先不要公开 然后等到上诉得值 才公开短片 其实老徐最近的短片已经是第二次有挂黄标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 希望大家多些支持 正式进入今天的话题 传统民调究竟是怎么做的? 大家都知道 靠打电话 打什么电话? 打家企电话 因为传统民调的标准代表性是很重要的 例如香港有18区 你一定要打好18区的电话 你的标准才具代表性 但是这出现了一个难题 就是现在有很多人越来越多 家企是没有电话的 又或者是不听家企电话的 家企的电话号只是给家企人 如果内电显示 不是家企人打电话来 就不听 好了 于是这种靠打家企电话来做标准的情况 越来越困难了 第二个问题在哪里呢? 现在越来越多人知道什么是策略性投票 但是随之之外还有策略性误导 就是如果我知道你是一个民意调查机构 我就特意误导你 譬如说你是共和党支持者 你就回答我是民主党支持者 所以靠口答的问题 很多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 你不知道他答的答案是不是真的 好了 于是出现了一种另一种民意调查 叫做social listening social big data 先说回四年前的美国总统大选 差不多所有的传统民意调查公司都说希拉里是获胜的 唯独是有一个民意调查公司就说不是啊 我们认为是Donald Trump赢了 这间是什么公司呢? 就是一间透过social big data做民意调查公司 他就提醒了 这个Donald Trump赢了 来讲讲什么叫做social big data 又如何引用来做讨论呢? 自从人类进入了social media的年代 每个人差不多都有几个social media account 有Facebook、YouTube、Twitter、WeChat、诸如此类 我们在这些社交平台当中留了很多数据 包括我们的意见 所以说social big data是什么回事呢? 就是在这些社媒里面 去捞取有关的数据来作出分析 刚才我说的就是 传统的民意调查是透过什么? 打电话 是一种叫做intrusive的方法 但是social big data是一个non-intrusive 就是我做了你也是不知道的 好了 social big data如何做survey呢? 有几个关键词 第一叫mention mention就是提及有关这件事情 所以首先如何捉取 data呢? 网上有这么多数据 我们就会中入一些关键词 比如举例 美国总统选举的关键词 当然是Donald Trump、Joe Biden、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诸如此类 你中入了一些关键词之后 那个program自然捞取有关的数据出来 捞取了数据之后 就换我们所谓的mention 看看谁mention多些 比如究竟是Donald Trump的mention多些 还是Joe Biden的mention多些 是共和党的mention多些 还是democratic Party的mention多些呢? 这叫声量 第一件事你首先知道 究竟谁更红 谁更多人关注 这叫声量 好了 第二就是sentiment sentiment是什么意思? 声量大不代表一定是好的 可能你被人骂嘛 所以sentiment当中有 positive和 negative 就是情绪 你要分析每一个mention 究竟情绪是如何呢? 第三 叫做influencer 影响力者 就是说 在这些post中 有些的post engagement很厉害 很多人就去like他 share他 留言 哪个人post这些东西呢? 是梁子山 他就是这件事的influencer 这件事如何引用呢? 你首先要知道 现在很多的influencer当中 哪些是democratic party的支持者 哪些是republican party的支持者 哪些selebrity 哪一边较多 这个也可以作出分析 或者当在选举工程当中 这件事也是有用的 稍后再说 好了 第四 就叫做智云 word clouds word clouds 要知道究竟哪些关键词最多 或者哪些issue最多人 这个和mention似乎有关 不过透过智云 去显现出来 让你知道 原来 举例 枪械 管制 这些都是在这次选举当中 很多人都是关注的 或者经济是很多人关注的 透过智云你可以找出哪些issue是最大的关注 最后就是权重 weight 什么叫权重呢? 其实传统民意调查都有的 就是说 某些元素或者某些行为是更加重要的 比如举例 有一个人在post中除了like 还有share 再加上comment 这种行为就会加权重下去 给多些分数下去 是一种粉丝的行为 说到这里 有人会质疑 这种survey的方式也有问题 为什么呢? 还有些人可能在网海中不留言 他们是一些沉默的大多数 你就捞取不了他们的数据 这是真的 不过呢 在数据量方面 social big data 比起传统的民意调查 始终大很多 所以只要数据量够大 他就有参考性作用 另外有人会说 是的 可能有某些党派的粉丝 他的留言量低于另一个党派 例如举例 民主党人很明显在社交媒体较为活跃 而这些republican 就是传统的白人 低教育的人 很可能就喜欢在酒吧喝酒 吹水 是的 没错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用weight去解决了它 好了 所以 这就是所谓的social big data survey的方法 给大家一个资料参考 在四年前 Donald Trump和希拉里的对决 差不多所有传统民意调查公司都说是希拉里赢的 唯独是有一家民意调查公司就说Donald Trump赢 而他所用的是用social big data survey 这就是所谓的social big data 或者social listening survey的方法 老徐昨天说Donald Trump的选情不妙 所引用的都是一些传统的民意调查 究竟现在网络上有没有一些social listening report 是有关美国总统选举的呢? 今早早老徐找了一轮 找到一篇 题目叫做 Who will win the US elections in social listening studies? 但是他做这个report在6月22日 但是我也会将有关的连结贴在我的description里 大家可以按下去看看 最少你可以掌握到social listening report是如何做法的 根据这个在6月做的调查 report到最后的结论是如何呢? 我读一读个结论给大家听 他就说 Our social listening analysis does not look good for Joe Biden But the Demps, the Democrats Still have time to turn this election around in their favor If they fail to do this It's likely that Donald Trump will stay the American president for another 4 years 在这一篇里面我看到 有很多的数据都是 favor Joe Biden 但是加了权重和他的存息之后 觉得仍然是Donald Trump的赢面较高的 说完social big data之后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Donald Trump在4年前是如何透过social big data 逆转性取得总统的皇位的呢? 所以其实social big data不仅是可以来做讨论的 也可以来做选举工程 4年前Donald Trump在一片不看好的情况之下逆转性 他基本的关键就是背后有一家公司叫做Cambridge Analytica 而这家公司的副主席就是班农 我也相信班农是透过这家公司的名义 其实可以获取Donald Trump的信任成为了他的首席幕僚 大家如果想知道Cambridge Analytica的故事的话 可以上Netflix搜索 叫做The Great Hand H-A-C-K 或者叫做以私谋权 这片集 这个documentary可以告诉大家 这家公司是如何在背后反手为云 覆手为雨 Cambridge Analytica其实成立于2013年的数据营销公司 到了2014年短短一年 他已经参与了14场美国中期政治选举 在2016年6月份 Donald Trump正式邀请Cambridge Analytica 成为自己的数字化营运团队 而Cambridge Analytica首先从数据网站买了大量个人数据 包括土地登记信息 汽车购买数据 购物数据 网站会员等 不过最大的一宗数据 就是跟Facebook买了5,000万个个人的信息 这件事其实手段有点骚髒的 是如何呢? 他引用的理由就是我们要做学术研究 这跟他的公司名字都有关 他叫自己做Cambridge 就是这个叫劍桥 所以他也找了一个劍桥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做这个研究 这个研究叫做什么? 叫做Ocean模型 就是说一个Ocean叫做5种类型 首先的做法是什么呢? 找了一群他已经知道他是什么类型的人 一个 sample 然后追踪他们在Facebook的行为 追踪Facebook行为之后 然后根据他们的行为模式扩散 去了解一下现在在Facebook其他5,000万会员当中 他们有没有类型的行为呢? 如果有类型的行为 他就被定义为是同类型的人 什么叫Ocean呢? Ocean其实有五个类型 第一个叫做Openness to experience 开放性 如果你是属于开放性的人 你就属于O 好了 C代表什么呢? Conscientiousness 就是责任心 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 第三 叫做Extroversion 就是外傾性 第四 Agreableness 就是疑人性 很容易Agre人 到最后 Neutralism 叫做神经质 因为这种很神经质 他分析了5,000万Facebook的人 根据Ocean的类型 于是知道做什么 如何跟他市场上 这项技术 可以说对用户进行精准的心理学划分 并且高度制定一些竞选广告 精准推送给选民 例如我这么说 这家公司可以准确识变不坚定的希拉里支持者 并且向这些人精准投放一些希拉里负面的新闻 从而去改变选民的决策 好了 这家公司也可以在互联网的虞情 进行实时数据分析 这就是说 Social Big Data里面一个很重要的 就叫做愚情监控 看看现在的舆论情况大致如何 好了 从而得知 哪些竞选广告在这个时候 对于哪些选民容易产生共鸣 然后根据这些数据 去改变Donald Trump竞选团队的集会路线 以及演讲内容 例如如果这个系统发现 一个反移民倾向的广告 在俄亥俄州收到一些很正面的反馈 Donald Trump就会即时在俄亥俄州举办一场主题为 非法移民对美国制造成的威胁 一些线下的演讲会 好了 Cambridge Analytica的CEO叫Alexander Nix 在一次的采访中就这么说 他说 我们可以对每一个村庄 或者小区中的每一个人 都进行有针对性和个性化的宣传 去到个人的层面 有些第三方的 插评机构评估 在竞选期间 Cambridge Analytica每天发送出 4万至5万份不同版本的竞选广告 他们通过用户对广告的点赞 访问、转发、评论这种行为 你再次re-tag用户 去看看他的心理特征 比如起初可能你是O的 后来发觉你的行为不是O 你是C的 就会将你re-tagging 然后又根据你新的tagging 进行一些对应式的广告 好了 还有 我之前两个星期的短片已经讲了 其中美国选举很重要的一件事 叫做摇摆州 就是说 其实有些州是共和党票仓 有些州是民主党票仓 但是这些叫做摇摆不定州 这才是最重要的 叫做选举关键的州 在一些摇摆不定的州 改变几千张个人选票 就能够改变一个州的选举人票 从而可以改变整个美国大选的竞选结果 所以 Cambridge Analytica 也将重兵放在摇摆州的广告宣传 这就叫做精准的选举工程 概括来说 首先获得大量美国选民的数据 然后根据一些心理分析 将他们归类 根据他们的类别 发送选举广告 好了 再根据他们如何回应这些选举广告 再重新分类 再发放这些对应式的广告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也会透过愚情监控 知道各个州郡现在关注的议题是什么 他去州郡说这个议题 就会获得选票 获得支持 其实大家知道 Donald Trump是一个大嘴巴 整天不停说话 但是这件事情原来都是一个策略 这个不按吐露出牌的Donald Trump 就好好利用他的Twitter account 以及媒体的采访机会 发表大量出格的言论和观点 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 就是由于他这么做 所以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 不断都有Donald Trump的言论出来 而大家都在这里说 今天究竟Donald Trump又会说什么 又会得罪什么人 就是这样 Donald Trump在初选期间 他相当于做了价值20亿美元的免费广告 是远远超过了希拉莉 另外就是说 值得注意的是 Donald Trump得罪的人 大部分是什么人或者群体 因为往往都是掌握选票较少的人或者群体 因此他们也无法左右到Donald Trump的选情 比如好像在共和党初选期间 Donald Trump说了很多墨西哥人的坏话 但是共和党内的墨西哥裔的支持者 其实根本很少 所以不会影响他的初选胜出 然而在初选胜出之后 他就好像换了另一个人 除了攻击希拉莉之外 就再很少再有群体性的攻击了 可见 他的目标选定非常准确 从来不会迎合所有人 只会迎合对他取胜起关键作用的特定观众 所以他其实也是非常精准的 Donald Trump很善于抓住群众的注意力 他将这个能力一直持续到选举的结束 在这个期间 无论对手如何攻击自己 他都能够很巧妙地将对手的攻击 化为宣传自己的机会 比如举例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侮辱女性的录音门 就是说有一段录音发放了出来 侮辱女性 贬低女性的录音曝光的时候 离开第二次总统辩论只有两天 如果是一般的候选人 这个时候往往只能退选 因为这件事都搞得很大 但是Donald Trump不仅没有退选 他还借题发挥 作出强而有力的反击 首先Donald Trump在自己社交媒体的账号当中 发布一段90秒钟的道歉视频 而这段视频当中 获得了2500万的点击量 很多人看 看看你如何说道歉 又在不同的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里 滚动播爽 又拿了很大的曝光率 其实这个视频 只有前20秒钟在道歉 而余下的70秒钟 Donald Trump说了什么呢? 他说 国家不再安全 人民正在失去工作 其实是说的是选举的主张 再提醒大家 不要因为眼前这些录音门的事件去分心 忽略了国家大事 还不单止如此 在辩论的开始之前 Donald Trump还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邀请了四位女性支持他台 这四位女性是什么人? 声称曾经被Bill Clinton性骚扰的女士站台 同时Donald Trump又指控 希拉里其实是要这四个女士闭嘴 曾经对她们进行羞辱和恐吓 Donald Trump邀请了这四位女性在辩论现场观看自己和希拉里的辩论 每当希拉里提到这个录音门的时候 她就转移攻击希拉里夫妇对这四位女性的所作所为 并且将话题转移到其他政治议题上 所以你看到 Donald Trump这种所谓在逆境当中 如何将它转化为自己有利的形势 是非常擅长的 你看到本来是必须低头道歉的事情 反而被Donald Trump抓住机会来宣传自己 或者令到大量媒体的报道 增加自己的曝光率 同时又要宣扬自己的政綱 这场的公关危机不算完美 但是Donald Trump 抓住群众的注意力的能力 显示出非常高 根据这个统计显示 Donald Trump在竞选期间 筹到6.5亿美金 包括了他自己自图荷包的6,600万美金 至于希拉莉筹到多少钱呢? 哇,很厉害了 12亿美金 差不多是Donald Trump的两倍 但是到最后 希拉莉也是输了这个选举 这不单单显示出 Donald Trump非常懂得 运用竞选策略和科技 也是因为他是非常懂得动息人性的高手 所以其实没错 很多民意调查都显示 Donald Trump的选情是不利的 不过老徐对他仍然是非常有信心的 因为这个人并非一般人 他对于数据科技 以及对于人性的掌握 实在是非常高的 好,今天讲到这里 很感谢大家收看 请大家透过CLASS 就是comment、like、watcher、share、subscribe 去支持我的频道 记住subscribe了之后 按一下铃铛 并且选择所有 就可以收到老徐上载短片的通知 另外老徐有一个Patreon的会员平台 请大家每个月用3元的美金成为我的会员 就可以除了收看短片之外 还有声音档、文字档和参考资料及其他内容 多谢 拜拜